- 你在古巴的行程是什麼? 那個時候? - 行程就是白天學舞蹈 - 下午學Bata - 學他們的一種傳統的一種鼓 - 為什麼要學舞蹈? - 你不是去學音樂的嗎? - 對啊 對啊 - 跟舞蹈的關係是? - 古巴音樂它跟舞蹈就是說 - 等於是說一種音樂風格 - 有一種舞蹈形式 - 對 - 那它也在講述不同的故事 - 有時候可能是球舞 -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單獨的 - 一個老人的一個舞蹈 - 對 所以它有不同的形式 - 有不同的故事 - 那它的節奏也是這樣 - 配合不同的宗教的神 - 是 所以它是非常 - 跟生活是非常非常 - 簡密結合在一起的 - 對 - 所以你很難去脫離 - 要學這個音樂 - 真的必須跟很多方面 - 去跟它做結合 - 對 - 所以早上學古巴的舞蹈 - 下午學古巴的樂器 - 對 - 晚上 - 晚上去聽哈瓦娜爵士音樂節 - 你的行程很滿 - 對 非常非常的滿 - 非常充實 - 對 - 我們今天Vincent在棚內 - 也帶來了一個很簡單的古巴樂器 - 對 - 就是這個 - 這個是什麼 - 這個叫做Clave - 嗯 - Clave - Clave呢它是 - 其實它這英文的意思就是鑰匙 - 就是 Key - 就是過名思義 - 就是它是整個古巴音樂的節奏中心 - 對 - 好 - 那我先示範一個最簡單的 - 這個叫二三 - 松 - Clave - 對 -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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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對阿 - 欸真的欸 - 學會了 - 真的不用去古巴 - 就學會了 - 而且不用付學費 - 對 - 有沒有 - 對 - 對 - 對 - 欸真的學會了欸 - 下次我們表演你要- 要來打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我可以去客串嗎 - 當然可以啊 - 這個我會 - 真的有人的 - 它主要樂器就是 - Clave - 在一個團裡面 - 謝謝Vincent老師 - 哈哈哈 - 其實古巴對我們來說 - 是一個好陌生的國家喔 - 嗯 -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- 你去古巴 - 你見到的古巴 - 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- 就是 - 真的去之前 - 資訊是非常有限的 - 它不像 - 你去歐洲 - 你去西班牙 - 去哪裡 - 全部都列出來 - 最好餐廳或是什麼 - 它是一個 - 它網路上的 - 資訊有限 - 所以很多的時候 - 你要真的是當場即興 - 你去探索 - 然後有很多的 - 蠻多的挑戰的 - 因為它很多民生方面 - 我們在台灣 - 很習慣的一些東西 - 在古巴其實是 - 不是這麼方便 - 可以舉個例子嗎 - 像熱水 - 像10點半以後 - 可能就沒有熱水 - 我們住的那區 - 對 - 10點半以後沒有熱水 - 對 - 就是有些生活上的小不方便 - 對 - 因為他們比較少 - 新的物資進來 - 所以他們可能什麼東西壞掉 - 都是用舊的重新利用 - 然後再去把他維修 - 是 - 所以民生上比較辛苦 - 物質上比較缺乏 - 對 - 有網路嗎 - 網路非常少 - 一般人民是有限制的 - 有限制時間或地點這樣 - 對 -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申請 - 我記得是這樣 - 如果用台灣來比喻的話 - 它有點像30年前 - 40年前 - 台灣 - 類似這種感覺 - 完全就是這樣 - 比較純樸的一個地方 - 對 純樸 - 對 - 但是音樂的成就上面 - 很讓你著迷 - 非常 - 對 - 因為我去跟我老師上課 - 就是 - 他們真的就是 - 在做這件事情 - 因為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- 就是他們影響他們的一些雜事很少 - 因為它不像我們資訊這麼豐富 - 對 - 所以他們反而是很單純 - 然後很 - 一些很簡單的東西他就會享受 - 譬如說我們在那邊那麼熱對不對 - 然後他把冰水拿出來 - 他就給大家喝就很開心 - 然後他還幫我們做三明治 - 他做三明治給我們吃 - 古巴三明治 - 所以他們 - 我感覺到他們就是享受一些很 - 很簡單的東西 - 可以讓他們很快樂 - 對啊 - 可是 - 音樂上 - 精神上很富足這樣 - 對啊 - 是啊 - 你在台灣組了一個古典 - 古巴爵士樂團 - 叫Soy La Lae - 對 - 所以 La Lae是什麼意思 - 所以 La Lae就是 - 英文是 - I am the law -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它翻作 - 很像捨我其捨的感覺 - 對自己的期許嗎 - 對 對 對 - 就是鼓勵自己的意思 - 因為以前在紐約 - 組一個古巴樂團 - 那我就是當貝斯手嘛 - 對 - 那我一直很喜歡這個音樂 - 然後我想說回來台灣以後 - 絕對要繼續彈 - 所以我當時才把所有的這些 - 拉丁樂器 - 全部都帶回台灣 - 對 - 所以才被罰了很多錢 - 這樣 - 你從紐約回來 - 不只搬了你的Double Bass - 對 - 你還搬了這麼多 - 對 - 還帶了一套整套爵士鼓回來 - 對 - 因為我想 - 因為每個音樂就是它的聲音 - 一定要對 - 所以每個樂器的聲音要對 - 才有辦法 - 才有那個機會 - 聽起來比較悅耳 - 對 - 對 - 你剛剛講把那個樂器 - 都搬回台灣 - 我想到你之前有跟我說過一件事 - 就是你從古巴要回台灣的時候 - 帶了那一套鼓 - 對 把它 - 你跟我們講一下那件事好不好 - 我差點回不來 - 對 - 因為我差了50塊CUC - 差了50塊的古巴幣 - 然後他們不跟我們兌換台灣幣 - 是 - 對 除非是用歐元 - 那美金的話要多收百分之十 - 那所以我完全沒有錢 - 然後古巴跟美國的那個政治情勢上 - 它是不收美金的 - 它收就是要多收百分之十的手續費 - 手續費 - 對 - 那可是因為那時候是只有台幣 - 那我完全被卡在那裡 - 它本來要罰更多的 - 後來它就收花50塊 - 那可是後來我才 - 我看到一些 - 就是我是做和航 - 對 - 然後我看到和航的空服人員走過去 - 我就臨機移動 - 我就趕快把他們攔下來說 - 我可不可以用台幣 - 給你換歐元 - 對 然後我再用歐元去換成古巴幣 - 然後再把... - 付了那個錢 - 對 然後還好是和航的機長 - 剛好他... - 我遇到他的時候 - 我不知道他是機長 - 後來我還知道 - 後來還寫信跟他說謝謝 - 因為我差點回不來 - 對 然後他就很熱心 - 他就停下來 - 聽我講我的需求是什麼 - 你為了要...一個台灣人 - 為了要把一套古巴的骨 - 帶回台灣 - 對 - 差一點困在機場 - 回不了家 - 因為這是我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- 因為BATTA是非常不容易買的樂器 - 而且在古巴它是... - 全世界都這麼一套 - 這是專門一個在做BATTA的人 - 他就做這一套 - 然後是... - 全部是手工的 - 不是工廠做出來的 - 那木頭都是他自己挑選的 - 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別的這種經驗 - 所以我的任務就是要把... - 一定要把這個骨一樣 - 就是堅持那個聲音要對 - 所以我要把BATTA帶回來 - 對 - 終於在最後一刻你們有搭上飛機嗎 - 有...真的 - 有搭上飛機 - 從古巴回台灣的飛機 - 對 -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... - 這個團 - 其實我們有準備了一段影片 - OK - 我們來看一下 -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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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我对Vincent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在演出的现场 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记得好清楚 是一个圣诞夜 真的 然后你们在台上演出 因为我要先离开 Vincent还特别调动一下曲目 那个耶诞歌放在前面 对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晚上 听耶诞夜然后听爵士乐 对 你们今年好像也有演出在两厅院 对今年的8月8号 我们会在两厅院的夏日的户外爵士派对 做演出 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因为这次的编制跟音乐 其实都是我们开始 首领劳力这个乐团很依赖 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 从Vincent开始大学喜欢爵士乐 到出去纽约学音乐 然后再回来 现在要出个人的新专辑了 这一条路其实跟别的音乐家的路 很不一样 就是以你自己的例子来看 如果你有话想要对 也想要踏上音乐之路的人说 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就去做吧 对 就是去做吧 对啊 就是去 因为当时我当时我在学习音乐的时候 我的想法其实就是非常 我就是有一股力量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这么单纯 那只是当然我的家庭都有的支持 那当然还有我自己可能申请学校 或是在当地 也是当然有一些运气或是机运 这都可能会需要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都会是很好 可是我就是真的是去 去把握那个时刻 我想要去认真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到纽约以后 我发 我遇到一群很多人 就是跟我一样爱这样东西的人 所以一点都不会孤单 对 我到那边很开心 然后跟很多朋友 在中央公园 在地铁 然后演出 虽然不是说那很多钱 可是我们在为这件事情付出 所以其实大家是很 那种音乐家之间的这种情感 是你不会 其实是不会孤单的 对啊 是 就是追寻音乐之路 其实要勇敢 然后你想要做 就去做吧 对啊 是 今天非常谢谢Vincent 来彭内跟我们分享 你的音乐之路 谢谢 也祝你新专辑成功 谢谢